大雅周一佩先前發文指控黑人陳劍周性騷擾 遭到南方提起刑事妨害凌遇罪 但最終大雅禍不起訴 這段期間大雅經常在私人臉書傾訴心情 直呼快要撐不住 她的老公阿廖師日前發文透露老婆喝醉時 問自己擔著她會不會很累很辛苦 對此阿廖師認為既然彼此互相選擇了對方 那麼生活的好與壞就應該一起承擔 苦的時候一起苦 好的時候一起好 這才算是夫妻 她在文中附上了兩人的婚紗照 只見小兩口牽著手 大雅低頭露出微笑 而自己則只有背影出鏡 她心疼地表示 這次的事件給老婆的心情或是工作 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但其實很多人都力挺她 並甜蜜告白稱自己很愛她 讓大雅不禁留言笑稱 老公今天是吃了什麼浪漫藥 甜蜜的互動閃下眾人